知道我们这个OSS Compass平台 是基于产业生态系统生产力 稳健性创新力这三个维度 已经构建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指标体系 能够客观的反应开源项目 及其生态当前的这样一个状态 具有重要的时间和研究价值 那我今天的报告呢 有这样一个二维的框架 对吧 纵轴是时间轴 然后横轴是范围 如果我们把现在Compass的这个实践 放在这个轴里面呢 我们认为它是反映了一个开源项目 或者生态它的现状 它现在从外在可以客观的观察到的行为 那我们这样一个研究呢 从这两个轴的方向 第一方面是从现在到未来 去预测这个项目未来的这样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呢 从范围上讲 从外在客观的这样一个行为 看能不能去拓展到 对于内在开源参与着内在主观状态的这样一个识别 那么我今天的报告呢 就是沿着这两个方向来展开的 首先呢 我们从这个现状的度量到未来的这样一个预测呢 是做了基于OSS-Compass指标的开源项目活跃度的这样一个预测 那我们知道OSS-Compass平台 我们这些指标啊 都是用来度量开源软件项目和生态的健康的 那什么是个健康呢 那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对吧 每个人从不同的应用的角度就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那但是呢 我们反过来看 如果一个项目它长时间 它不再想医学 没有医学的活动 没有PR的活动了 或者是没有Compass这样一个代码提交了 这样一个不活跃的项目 那我们大概率可以认为它是不健康的 对吧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能否通过Compass的指标去预测这个未来项目是否是不活跃的 对吧 从而去预知这个项目未来的风险呢 那是对Compass这样一个指标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应用 那围绕这样一个应用 我们所提出怎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呢 它本身也是非常直观的 那假定啊 沿着时间 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基于OSS-Compass的度量指标 那么给了我们这些指标之后呢 我们截取其中的一段时间 对这段时间里面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指标的度量数据啊 去对它进行一个表示 那可以是提取一系列的特征 那在提取到的这么多的特征基础上 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 能否基于这样的指标的特征 去预测这个项目未来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所预测的未来的这个状态呢 目前所定义的就是项目未来是否是活跃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技术的框架了 那当然从我们做研究 做评估的角度来讲啊 做验证的角度 我们现在是以当前时间为截止 往前推断一段时间 据来说这么比如说是一年的时间 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所度量得到的结果呢 来探断这个项目是否是活跃的 然后用更早的历史数据去对它进行一个所谓的预测 那在我们真正使用的时候呢 就没有这个状态探队期了 我们是把当前所有Compass所度量出来的这个指标 所对应的这样一个特征 用来预测它真正意义上 未来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框架 那具体来说我们把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打开呢 首先我们在定义什么是一个活跃状态 我们叫它是标签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是想要去定义去打这样一个标记 说这个项目目前表现出来的是活跃 还是不活跃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定义什么叫一个不活跃的状态呢 两个条件 这一满足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 假设这个仓库在超过一年的时间段内 没有任何的活动 那这里我们是指没有Essure的活动 没有PR的活动 没有Commit的活动 什么活动都没有 那我们认为它至少不活跃了 对吧 休眠了 那或者呢 有些仓库它还有少量的Essure的活动 但是在Commit上面数量是极少 我们具体定义是比如一年只有两次Commit 那它可能开发已经停止了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就说这个项目不活跃了 对吧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预测将来是活跃 一还是不活跃 零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那我们依据什么去对它进行预测呢 那我们是基于Compass的指标体系 来对它进行数据的表示和建模 那首先我们的输入啊 在刻画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的输入是Compass的生产力 稳健性创新力 背后所包含的这么多的高维的指标的序列 那么我们截取了两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数据 对它进行了一个这个表示 在得到了原始的数据序列之后呢 用经典的这样一个特征提取的方法 运用一系列的统计函数 那么有些统计函数还是比较直观的 比如说Max对应的就是这个序列 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 它的最大值是多少啊 对吧 Min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米点中位数是多少 包括Variance对吧 去度量它的波动性等等 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统计函数 将这两个作用到一起 就构成了一个比较丰富的 这样一个项目的叫统计特征 对吧 项目的统计特征 那这边就列举了其中一些 那实际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扩展的 这样一个统计特征的集合 有596个特征 还有是小一点的这个特征集合 134个 那当然这个是经过了筛选之后的 这样一个特征的集合 实际上我们将这个大量的指标 再结合很多的这样一个统计的函数 结合到一起呢 可以生成上千个这样一个统计特征 那我们用了一些个特征的筛选的手法 将最具有判别能力的特征给它留下来 那就得到了相应的这样一个特征 那每个项目在提取特征之后呢 就构成一个特征的项量 那得到了每个项目所对应的数据的表迹 也就是特征的项量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这样一个分类的任务 那我们将这个每个项目的统计特征 给它输入到一个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 就是一个分类算法里面 那我们这边尝试了几种比较这个常见的算法 包括知识向量机啊 随机森林啊 逻辑回归的算法 K近零 对吧 这些最基本的算法 那当然还有基于这些个算法的一些个集成的算法 以及基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一个投票的样 这样一个预测的方法 那么通过这些个训练好的分类器呢 我们最后去预测一个开源项目 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这个Compass度量出来的这个指数 对吧 它未来是会呈现出 走向继续的活跃呢 还是有可能变成一个不活跃的项目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技术方案 比较直观 那在有了这个技术方案之后呢 我们基于Compass的这样一个数据啊 去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和验证 我们构建了两个数据集 其中呢 比较大一点呢 我们叫它数据集A 对吧 包含了近两万个开源仓库的数据 那么通过刚刚的标准去对它进行土济呢 我们发现其中有5411个 我们认为是活跃的 还有呢 14000多个 我们认为是不活跃的 对吧 这样的一个仓库 还有一个呢 那小一点的相对平衡一点的数据集呢 我们管它叫数据集B 包含了近600个这样一个仓库 那其中呢 有325个活跃的仓库 和260个不活跃的仓库 那是构造了这样两个数据集 那围绕这样两个数据集呢 我们开讲两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呢 我们在数据集B的基础上 通过交叉验证的方法 来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所刚刚构建的这样一套特征提取 加上这个机器学习的方法 是否能够在一个受控的条件下 准确的预测这个项目的未来状态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那接下来呢 不仅仅是在小数据集上 我们浅诚折执 我们还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实用的时候 对吧 我们能否基于这样一个小规模的数据集啊 就去训练一个预测模型 去作用到更大规模的数据集上 看小规模上所得到的这个经验和模型 是否能够继续整确的去预测一个更大规模的这个 这个数据集里面的项目的活跃状态 那第二个实验如果也能得到一个正面结果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泛化能力 也就是往外再继续推广的能力呢 是非常有希望的 那么在做这两个实验设计的同时呢 我们也有相应的评价指标 那也是比较经典的 包括准确率对吧 就是预测对的这个比例 精确率对吧 还有照合率 当然两个一结合就是FE score 这样一系列的比较经典的统计指标 那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呢 首先我们交叉实验的结果 在近600个仓库的数据集上啊 做了10折的这样一个交叉验证 可以看到所有的指标啊 都是在0.9以上的 比较好理解的呢 就是这个准确率90.1%吧 90.009对吧 那这个说明90%这样的一个仓库呢 我们都可以预测准确 那对应的混淆矩阵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深颜色的呢 就是两个预测准确的这样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这边展现的混淆矩阵呢 是对应最后一个 对后这么一个柱子 其他的柱子对应的是我们其他的模型 那最后一个呢 是将我们所发现的比较强的一些一个分类模型 做了一个继续的投票 做一个多数投票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么是得到了这样一个准确率 那这个结果显示是什么呢 我们基于Compass的指标 能够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准确预测项目未来是否活跃 那个是交叉验证的结果 那光在小数据集上交叉验证 还不够说明问题 对吧 因此呢 我们再往前进一步 就是在小数据集上训练得到的模型呢 直接用于大规模的数据集 对两万个仓库在这个上面进行测试 我们发现呢 准确率肯定是要下降一点 但是呢 也得到了83%以上的这样一个准确率 那这样的一个实验结果表明呢 我们基于Compass的这样一个度量指标 再加上一个小规模数据集上训练得到的预测模型呢 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 也就是说它可以有这个能力 去预测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数据集里面的这个准确率 那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对我们所掌握的两万个仓库的数据集 再去进行训练 然后作用于更大范围的 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么多的开源项目 去对它进行准确的预测 就给我们建立了信心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认为啊 给定Compass的这么多的这样一个统计的这样一个指标数据啊 如果能够对它进行这个未来 这个活跃程度的这样预测的话呢 我们不仅能得到零和一的这样一个两个极端的 类别值还能够得到它作为将来活跃的一个条件概率 比如说我们认为它的条件概率就是0.85 这个分类器就能给我们这样一个答案 可以呢对于项目未来的这个综合多个指标 能够提供一个比较简洁的这样一个表示 对吧能够给我们一点这个这个启示 OK那是潜在的这样一个应用的方案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 呃对于这个未来活跃的预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方法是比较直观的 主要展现的就是OSS Compass度量指标 它在这个反应项目健康上的这样一个有效性 那这是时间轴上的一个研究 那在范围上面呢 我们现在Compass度量的都是外在客观的 可以观察到的行为 那我们过渡到内在的主观 我们是面向开源技术论坛当中的提问者 它的情感的状态 也就是心理的状态 对它进行一个识别 那这个研究的背景是什么呢 也就是在开源社区和技术论坛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开源开发还是一个社会化的软件生产过程 对吧 这个论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部分 那其中的参与者贡献者 特别是新来者对吧 他们在论坛中的体验呢 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将来是否会继续留在这个社区 甚至成为贡献者 那因此对于我们用户情绪的良好的理解呢 可以对我们有效的去合作啊 分配任务 以及提高用户在社区中的满意度呢 可能是有帮助的 那因此呢 如何科学的认知 自动的评估开源社区中的用户体验 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在这一方面呢 在传统软件工程研究当中呢 已经有相应的研究的这个开展了 对吧 但是他们所对于情绪的建模呢 主要是基于这个所谓的sentiment 那简单来说sentiment 它就包含三类了 是展现出是积极的正面的情绪呢 还是消极负面的情绪 它当然可以带一个中性 对吧 但是这是一种传统的建模方式 那我们发现在 包括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体验 如果我们在网上和人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 我们很少会去表达强烈的这样一种情绪 对吧 我们更多的是就事论事 不就是解决问题吗 所以呢 虽然这个sentiment的建模方式 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的依据 但是还不是非常的充分 那我们在情绪建模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思考呢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学生的情绪呢 有一定的这个研究的积累 我们发现在解决技术问题的过程啊 它和复杂学习过程啊 是非常类似的 都是在尝试学习并且解决问题 那因此我们将复杂学习过程中的情绪模型 常是应用到我们开源技术论坛当中来 对人员的情绪进行一个建模 那在复杂学习过程中 我们怎么建模情绪呢 那我们用这样一组这个情绪状态 在他感觉到自知的能力和所要解决的问题 非常匹配的时候 就平衡的时候 他处于一个投入的状态 那如果遇到问题难解决呢 就进入困惑的这样一个状态 长期无法解决 他可能就沮丧了 沮丧的时间再长了之后 他可能就放弃了 那放弃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 因此我们在建模这个论坛的 这个解决问题过程中 所使用的情绪主要可以用这三个 就他是一个投入的 积极的在尝试解决问题 而是我无法理解 我当前是个什么状态 出于困惑 而是我解决不了问题 也没有人给我提供有效的帮助 我就沮丧 再沮丧下去可能就出问题了 是将来对他的情绪进行建模 那有了这个模型之后 我们如何去对他进行识别呢 如何知道这些论坛里面的人 都处于什么状态呢 那传统的可能会发问卷 大家也填过对吧 问题解决了没有 是不是输个大拇指 那光过人来谈呢 来填显呢 那肯定是不够这个 可口感性不强 那现在的大有缘模型呢 快速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机遇 那假设这是我们论坛的帖子 我们做法也很简单 就把帖子里面的每一段文本 每个人说的话 一段一段给它提取出来 进行简单的结构化 结构化之后呢 就运用这个Transformer 可能分辨率不高啊 用Transformer这样一个模型 来对它进行分析 具体来说呢 我们有两条技术路线 一个呢 就是用Transformer里面的 Encoder的这个 Decoder这个部分 对应的就是 GPT这样一个系列 那现在的大原模型 基本上都是Decoder这个部分 它有很强的生成能力 对吧 那还有一个呢 相对可能现在 没有那么火的 就是Transformer的 Encoder这个部分 对吧 就是它所谓对应BERT这样一个模型 那我们将这两个技术路线 分别进行了探索 基于Transformer这样一个架构 去对论坛中这些帖子中 反映出来的 这个是在复杂学习过程中的情绪 和下面这个是情绪即兴 对它来进行一个分析 进而去看一看 我们得到的这个情绪 和它将来在社区中所表现出的 性质之间有个关系 那以这个大语言模型为例 以GPT为例 我们是如何让它来给我们分析 这个帖子中的情绪的呢 那这里面这一大块 都是我们所给的prompt 主要是给的这个提示词 首先呢 说明一下任务 对吧 我们要这个模型给我们做什么 去分析这个里面的emotion 然后呢 要定义这个emotion 可能现在大语言模型 很多的模型啊 对sentiment 就是那个正面 负面还是中性 已经有很多预训练好的模型了 那对于这种 我们引入的学习过程中的情绪呢 还没有这个定义 所以我们要给出 相信的定义是什么 给出定义之后呢 给出一些样例 对吧 这边我们给了三个样例 那就是three shot 最后是给出带分析的文本 就是这句话 用户说了 mayb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path of the fire 对吧 然后一个感到号 还要问号 那这句话里面 反映出什么情绪呢 根据我们这个prompt GPT的回答 它是type 2 就是confused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句话 它是不是表现出这个 这个人 它是处于一个困惑的状态 对吧 OK 那么这个是基于 GPT的这样一个做法 对吧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 基本的技术方案之后呢 我们也是对它进行一个验证 和尝试对它进行一个应用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尝试通过研究 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大元模型 包括transformer在内 对吧 能不能准确预测 开源论坛中的这个 参与者的情绪 那第二个呢 我们把情绪分析出来 到底对我们现实有什么用 那在进行这个验证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了两条技术路线 刚刚讲的 一个就是GPT 对吧 我们暂时的那个prompt 就是做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用Burt的模型来做 我们去Twitter上面 基于Twitter数据所构造的 一个sentiment的 这样一个基础模型 来构建我们面向的 这个sentiment和这个学术 情绪的这样一个分类的模型 那在这里呢 要特别感谢这个 软件学院的黄宏云老师 和孙克星博士的 这样一个技术支持 那么再 首先我们回答问题一 对吧 能不能准确预测 预测呢 就需要一个代表记的数据集 那么我们根据现在的 这个文献当中 所包含的stack overflow上面的 1500条这个问答数据的 数据集呢 构造了这样的一个 我们用来验证的数据集 那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横向 横向就是处于positive neutral和negative的 这样一个文本的数量分布 那么这边很明显 对吧 大多数的文本都是中性的 没有表达出强烈的情绪 这个和我们的认知是一致的 那同时从纵向来看呢 是我们将同样的这些文本 用这样一组学术情绪 或者学习过程的情绪 对它进行标记 我们发现呢 很多还是处于投入的 这样一个状态 特点是两边都不是 非常均衡的一个分布 但是它们的分布是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所以这两个维度啊 可以说是互相互补的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集之后呢 我们就对我们的技术方案进行测试 我们用了ChatGPT 3.5 和我们自己训练得到这个BURT模型 进行对比啊 我们发现 首先它们比了经典的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呢 效果都要好一点 对吧 这个可能是差不多 对吧 但总体上来讲呢 BURT这样一个相对轻量级 这样一个模型 在面对这样一个比较确定的任务的时候 我们对它进行稍加训练 就能够取得比这个ChatGPT 这样一个通用模型更好的结果 那当然并不是说BURT就比ChatGPT强 那只是在适应某一个特定任务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更容易去训练 然后得到快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么这是首先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那总的来说是用大约模型 Transformer Attention机制 是可以对复杂的自然语言 得到比较准确的分析的结果的 那接下来怎么去用这个结果呢 我们做了一个初期的探索 就是把我们识别出来的这些人 在论坛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啊 那当然这边要换一个场景了 Stack of workflow 比如方便我们去开转这个实验 我们是在Github上面 选了四个仓库 提取其中的issues 分析在这些issues的参与者当中 他在回答和问答过这种情绪 这样两类情绪都分析出来之后 和他以后是不是还会留在这个社区里面 继续参与活动 来做一个相关性的分析 那我们的初步分析结果表示 表面主要看右边这个图 我们这个如果处于投入的 也就是engaged的状态 以及呢 positive和强烈的negative 这些个情绪的表达 和他后面参与的issue的数量 会有一个正的影响 这个negative为什么是会有正的影响 这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探索 但是呢 很明确的就是confused 如果处于非常困惑的 甚至是frustrated 比较沮丧的这个情绪当中 对他将来是否还会继续参与 也许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分析的结果 那这个 左边的这个折线图表示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模型的拟合能力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横轴里面 一二三四 我们就看一个人 他是第一次参与这个论坛的 这个项目里面的这个医学讨论 还是一共参与了四次 那我们的模型拟合能力呢 对于这个参与数量越多 它的领合能力越强 那么如果是仅仅是第一次出现呢 有可能影响的因素很多 所以我们的领合能力相对角落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技术的方案 那有了这个技术方案之后呢 我们如果再运用到开源社区的论坛的管理 我们就可以对于这个论坛的这个状态 进行一个统计 对吧 也可以去提醒哪些个这个issue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对于论坛里面整体所反映出来 是否运营的好 用户满意 做一个这样一个评估 那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研究呢 时间是差不多了 我们在这个时间和范围两个维度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探索 能够希望不断地去拓展这个Compost的 这个度量和应用的这样一个边界 OK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各位专家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演讲 因为王老师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两部分的研究成果 一个是回路预测 一个是那个情感分析 第一部分的这个功能 已经在Compost协作这个版本有能部署 所以一会儿我们去介绍我们Compost新功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大家现场代购 怎么样去预测一个功能 预测一个社区一个项目 它的一个活跃度的一个概率 再次感谢王老师